不過未來它的動向其實是逐漸的 目前的狀況是稍微的偏西 未來開始轉北 當它接近在琉球海域的這段期間 它的強度它會持續的發展 所以在這個地方大概是來到它強度的巔峰 接著會朝著比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 緩慢的又朝著大陸地區去移動 所以以現在目前的路徑動向來說 大概是在14號到16號這段期間 這個熱帶系統的這個貝比加颱風 是會開始比較慢慢接近我們台灣 比較偏北側海域的地方 那以現在我們台灣的發布的這個路徑來說呢 對我們主要的影響還是比較小一點的 那不過在14號特別是15號這段期間 14、15到16這段期間呢 因為它其實就位在比較偏北側海域上 颱風的這個環流這樣子旋轉的情況來講 可能對我們北台灣 對比較偏向是馬祖、金門甚至澎湖地區 會有一些降雨出現喔 那特別是在馬祖地區是比較接近 颱風外有環遊的區域有可能會出現一些 做好了 它有很可愛嗎 它看起來這個有點先天不是太營養 真的喔 不過很快 這個又會經過比較高的海溫 所以這顆布丁牛奶 我們希望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樣 對啊 無害喔 不然的話它來台灣 我們到時候氣象播報要怎麼講 我們來看看這顆布丁 現在正在逐漸靠近台灣 而且準備來到台灣上頭 台灣不想吃喔 這顆布丁我們真的不太想吃 對啊 好啦 它昨天晚上形成了啦 所以到底接下來會怎麼走啊 事實上它後續路徑 我們還是得要看一下喔 來…首先我們就先來看看 中央氣象署的顯示預測圖 沒有錯 昨天晚上8點鐘的時候呢 這個貝壁家颱風形成了 貝壁家颱風是今年的第13號颱風 但它現在距離台灣坦白講還很遙遠 你看看台灣裡家 然後這顆布丁裡家 哇 這中間差多少 這中間有將近2650公里遠 那貝壁家呢 現在的速度算還滿平均的啦 每個小時呢27公里 朝著西北的方向走 所以呢 因為它還很遠啊 當它真的要靠近台灣的時候 差不多已經是在週末的時候了 那我們要提醒喔 如果這個週末啊 有要前往琉球的 觀眾朋友就要多注意了 看來它是往琉球群島的方向過來喔 而且呢 接下來它會往大陸 長江口一帶登陸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路徑情況之下 對台灣這樣看 好像沒有什麼影響啊 不會直撲啊 可是呢 世界各國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們接下來啊 就要從世界各國的路徑預測呢 我們就進一步來看囉 因為颱風形成了 所以這個不是模式喔 這個呢就真的是呢 各國的一個路徑預測了 好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前期的時候呢 世界各國尤其主要的國家 像是日本啦 還有美國啊 其實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呢 其實都還算滿一致的 可是呢 當它快接近琉球的時候 稍微開始就看法有一些分歧 那這個分歧點當然就是呢 到底是比較往北還是比較往南 目前呢 美國海軍的路線啊 是這個路徑啊 是比較南偏的 不過看起來它還是往琉球 往大陸的方向去 而且因為呢 它呢 接下來雖然還是會增強 不過呢 看起來它增強啊 也是有些暴風圈呢 你可以看到是比較小的 所以如果按照啊 現在中央氣象署的這條路徑 我們再搭配上國家災防中心啊 的這個圖啊 你就可以發現了 事實上呢 這個台灣的 海上警報的警戒線都夠不到 那麼這樣來看的話 其實對台灣第一個 沒有直撲的威脅 第二個呢 想要發海上警報的機率 似乎也是比較低的 可是呢 我們後續要不要觀察 其實我們還是要觀察 那麼甚至呢 家乳啊 雖然呢 這顆布丁 目前看起來 對台灣是比較無害的對不對 可是呢 後面啊 我們昨天講了嘛 還有一顆呢 不是葡萄的葡萄桑 這個水果不要來吧 感覺這個水果 大家現在都在講葡萄桑啊 這個也就是今年第14號颱風 一旦形成的話 這個中秋節啊 就要直撲台灣啊 可是我就講 不要拿著模式 有一個影子 生一個影子 甚至沒有影子 連影子都沒有的時候 就拿模式講 我就說每天都在變 真的 那像現在的模式又不同 甚至呢 你剛剛我們在講的時候 你不是說 甚至都有三台共舞都主持 對啊 我看標題之前 可能三台共舞要嚇死人了 要嚇死人了 對啊 不過呢 因為最主要是這樣啦 因為呢 現在台灣就處在一個 大地壓袋當中啊 那我們呢 先前是不是也講了 後續事實上呢 三不五時可能就給你冒出一個颱風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這個來 這個布丁已經形成了嘛 那接下來葡萄桑也有機會形成嘛 那葡萄桑後面有一個颱風 這個颱風大家就印象深刻了 今年第15號啊 如果真的形成 它的名字叫蘇利 蘇利 我有印象耶 有印象喔 曾經把台灣 這樣子打到明明冒冒的 也是有災情 災情也是不曉得蘇利颱風 好 那這個也有可能形成 好啦 但接下來呢就是說 因為在大地壓袋當中 事實上是很複雜的 劇本啊 只要颱風沒形成 劇本每天都在變 所以如果真的要拿模式來講 講不完啊 我們可能一天呢 好幾套劇本都可以跟你講啊 那個時間不夠喔 對啊 但是呢 我們說了 這樣到最後到底該相信誰呢 對啊 所以我覺得追隨著蘇利的腳步吧 我們就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看 該準備的絕對不會少 一定會告訴大家 只不過呢 就是呢 今天的天氣上啊 我們先把今天過好來 對啊 今天會很熱 而且妳說今天是算是 最穩定的一天喔 對 這個禮拜麻煩 大家好好把握今天吧 今天第一個喔 就是除了熱啊 比較煩人之外 今天的水氣啊 算是這個禮拜最少的 五后雷陣雨還是會有 中南部還是會有五后大雷雨 但是呢 比起前幾天 跟接下來幾天 大家好好珍惜今天啊 所以明天就要開始下了嗎 明天來說的話 就是因為呢 整個大低壓帶 隨著這個貝蔽加颱風 它逐漸的北上 所以呢 像是這個低壓帶的水氣 逐漸明天開始 就要影響東半部了 所以東半部請注意了 明天降雨就會明顯增加 這兩天都還好 但是明天會明顯增加 接下來一直到中秋節 看起來東半部的天氣都不好 都會有降雨 甚至呢 也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還是要特別提醒呼籲 這個尤其啊 像是東半部 最脆弱的北花蓮這一帶 大家還是要多注意的 因為接下來水氣多了 降雨也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呢 甚至 會降雨的時間久了 所以大家還是要多小心 那當然囉 接下來隨著呢 這個低壓帶的水氣逐漸起來 所以北部 東半部 都會逐漸的變得不穩定 尤其禮拜六 禮拜天 這個禮拜五 禮拜六 還有高空冷心低壓 這搗蛋鬼又出來了 所以喔 它的變數就多 但是呢 可以預期的 就是我們要先做好心理準備 恐怕很有可能 午後的大雷雨又會變得比較劇烈 所以這些都要多注意啊 那今天美好世界帶我們看九月雪嗎 沒錯 秋天呢 感覺還沒秋高氣爽 怎麼九月雪就來 那我們就帶大家來桃園大溪囉 來來來 哇 這個迎來的第一場雪 原來啊就是呢 這桃園的韭菜花雪 沒有錯 現在呢 正是韭菜花盛開的時候 那麼呢 桃園現在啊 把整個韭菜花啊 把它擴大舉辦了 變成韭菜花節 從呢 這個八月的 八月最後一天 一直到九月最後一天啊 整個都是韭菜花節 讓大家好好的欣賞一下 這浪漫的九月雪 尤其喔 喔 這個整個花田喔 綿延很大耶 一直到這個大旱溪啊 都是呢 將近啊 快一百多公頃喔 一百多公頃 都是韭菜花海 當然呢 有比較茂盛的 有築場地喔 歡迎大家呢 有空的時候 天氣還不錯的時候 趕快去打卡 甚至呢 在週末 禮拜六 禮拜天啊 有很多韭菜相關的美食 可以吃 今天非常謝謝 來自於台北市的王建宇 你看他所拍的這個韭菜花雪 是不是很美啊 只不過囉 你要自身在這個花海當中 你也會聞到韭菜的味道 很特別的 家如 好 那小心聽中 然後就趕快把時間交給淑莉囉 好的 那我們就趕緊來看看囉 你看台東的多涼車 在這邊啊 陽光燦爛 美景當前 我們就展開今天美好的開始囉 來 今天幾月幾號 9月11號 今天禮拜三了 一開始啊 我們當然囉 就先從目前溫度 帶大家也愉快來掌握 現在外頭各地的天氣狀況 還有溫度如何 今天可以數燈耶 來來來 數幾顆燈 台北一顆燈 花蓮一顆燈 還有 馬祖也有一顆燈 總共三顆燈 各地的天氣啊 的確現在都是呢 滿穩定的 尤其台北現在很晴朗喔 現在的溫度就來到27度 中部的台中26度 再往南走 南部的歌雄 雲稍微多一點 不過天氣也穩定 歌雄現在是16度 東部的花蓮是晴朗的喔 趕快好好把握現在的陽光 花蓮呢 現在是26度 整個離島地區來說的話呢 馬祖一顆燈 那麼天氣上 馬祖金門 澎湖都不錯 而且呢 溫度都在27度 看到現在外頭的陽光就知道囉 今天的紫外線很強啊 來 今天的紫外線預報 全台各地包括離島的 金門 澎湖 馬祖 全都是過量等級 所以防曬小幫手囉 墨鏡 楊傘 帽子 記得今天還是要戴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要利用大範圍的 衛星雲圖啊 來告訴大家了 主要就是讓大家好好的來看看 這貝壁加颱風 這貝壁加颱風 事實上現在還在關島附近 距離台灣啊 還是相當的遠 那麼一開始深層的時候 它這一邊的環境 坦白講沒有太好 不過呢 因為畢竟啊 它是在一個大低壓袋裡頭 冒出來的颱風 所以呢 雖然它現在的結構 還沒有很好 而且呢 暴風圈範圍也很小 可是整個它的外圍 有沒有 這個水氣就多囉 因此接下來它往西北的方向走 這些水氣當然也都會被拉上來 那麼呢 台灣上頭 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不用太擔心 它看起來沒有辦法形成颱風 因此台灣今天的天氣上來說 風啊 都是弱弱的 主要呢 還比較稍微偏東風一點 因此今天呢 這個午後降雨 都比較偏重在山區 我們從雨區預報啊 就可以看到 事實上今天算是這個禮拜 水氣比較少的一天 午後降雨啊 主要呢 北部都山區為主 中南部呢 除了山區 像是南投啊之外 那麼尤其雲嘉南 甚至到高坪地區 附近山區的坪地也要注意 尤其今天在南部這邊 還是要多注意 不排除會有大雷雨 昨天來看的話呢 屏東山地門下了105 昨天107毫米 最大時雨量就有105毫米 所以呢 這非常劇烈的降雨 今天尤其在高坪 還是要多注意的 那麼另外從地面天氣圖當中呢 我們也提醒大家 今天會比昨天還要熱喔 所以介紹陽光升溫的情況之下 請注意了 昨天呢 像台東長濱啊 冒出了一個38.8度 有一點沉降性的這種極端高溫 那麼今天看起來 很多地方都會有36度 甚至異上的高溫 所以氣象署發佈了高溫資訊 我們就要來看看囉 高溫資訊的部分 包括了像是台北市 新北市 台東跟台南 請注意 今天不排除會上看36度喔 趕快來看看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呢 北部地區今天的高溫啊 是在33到36度 那麼今天大台北地區啊 預報上都有36度 比昨天要高將近3度之多 中部地區今天的高溫 33到34度之間 再往南走 今天南部地區有33到35度 那麼東半部的話 今天的高溫則是33到34度左右 離島地區呢 今天呢 也是晴朗 夜市炎熱 今天呢 有32到33度呢 所以最後淑莉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了 在天氣上今天熱 所以呢 有沒有看到淑莉今天穿的 穿着盡量透氣喔 那麼午後雷震雨不管在山區 在西邊都要多加小心 另外呢 台北跟基隆今天風 稍微比較大一點 所以大家也多加留意 時間交給佳如了 那麼多許 請我看你 就好看你 3 M4 1 1